老花依依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羊毛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垂丝墨里 每天都掉很多花什么原因 一般就是积水殴根而导致的 你像咱们跟花友们说过无数次了 你选花盆可以 你用吃盆OK 但是你控制你的浇水 因为这种吃盆你浇了水它排不出去 很容易就是整个里面 土壤里面都被水冲刺着 它会缺乏氧气 植物最好的生根剂就是氧气 没有氧气它就烂根 烂根了它不掉叶子掉花的 明白了吗 就有点闷根 有的话说我怎么办 你控水 好吧 你用这种盆不是不能用 是可以用 摸一摸盆土干了你再浇 不干不用浇 好吧 可以适当的来一丢丢肥料 它正常开花你就正常在那开的 别的没什么 下个臭宝说前段时间都是花苞 现在花苞陆续干了 冷了吧 你家是哪的 这是四季三残花吗 也不说花名 还是离得那老远的 我去看 四季三残花呀 现在花苞陆续续都干了 它开完了就卸了 它这个花期不长 但是它琴花 四季三残花 它就是这个调性 还有一个呢 怀疑你们家里边干 家里边很干吧 怀疑 明白吗 臭宝 你像 很多花苞 这个花苞是我唯一一个 劝着它浇点水的花苞 就是一般养这个花 养得这么大 养得时间这么长的 它开花数量很多的时候 你要比原来的时候 稍微多浇那么一点点水 你家里边很干 你水跟不上 它就容易这样 明白了吗 这是唯一一个 我得拍视频这么多年了 唯一一个劝它 多浇点水的 但是看着来 别浇太多了 淹死了就行了 下个臭宝说 发财树老是干尖 空气干燥造成的 这个不是空气干不干燥的事 你发财发财 你不劳动 它是发不了财的 发财树每年五一前后 你都给它剪一下 让它重新长 你这个叶子你几年没剪了 对吧 就跟这个头发一样 它长得很长了 长发极腰了 它头发烧肯定肥差 明白了吧 臭宝 这也是一个道理 还遮了吗 那了吗 让你用肥的 你这样那样的 你就骂它就行了 你修剪修剪 对吧 再让它长新的 正常该施肥的施肥 施肥就跟人吃饭是一个道理 人一天吃三对 植物是一个月吃三对 你要买到那种缓施肥 一百天用一次的 类似于这种感觉的 一百天用一次就行了 这肥料用不了很多 明白了吗 修剪 下个臭宝 感觉心牙有点黄 是不是缺肥了 是的 你可以正常的加强一下光照 适当的用一些肥料 下个臭宝说 枝子花边缘发黄 有的胶边 这个就是缺营养 你比上边那个花肉 缺营养缺太多了 人家稍微有一点黄 人家胃缺不缺营养 你那种黄虫什么样了 还被虫子咬得坑坑洼洼的 就缺肥 这个除了缺肥没别的毛病 还有一点虫害 这个是被虫子咬的 别的没什么 华尔梅老师问我施肥的事 跟华尔梅说过无数遍了 施肥就是跟人吃饭一个道理 人一天三对 吃过一个月三对 你真把握不了它的量 你又买缓施肥 让你一百天用一回 你就一百天用一回 就基本够用了 它不会因为缺肥 而怎么样了 明白了吗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关注 老华以后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油的养花 这是我的老华一 养花吃着一些 白了是不是